各位的那个 回去的练习作业 回去可以再练习一下 里面的话第一个 我如果今天希望从那个总表里面 刚刚的那个总表 这个 贿赂的总表里面 做出什么 第一个就是枢纽分析 那当然这个地方分析什么呢 就是把列标签里面 拖拉什么呢 我想要统计一下客户名称 然后把他们的那个销售金额拖拉进来 统计一下 每一家公司的销售 并且把它改成百分比 每百分比刚才做过 应该不困难 销售额放过来 然后那个 客户放过来 OK 那当然这个地方我是用录制聚集的 所以可以把它录制聚集 那这边的话会有一个功能什么功能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最后呢 按照什么呢 按照客户 比如说 一般常见的就是说 我资料要分割 假如说我今天希望把 那个客户里面的所有交易金额帮我带出来 而且就帮我按照 客户分割的话 就是有点像分割资料的那个味道 那以前可能要用蛮多方法 你用筛选也可以啦 不过 如果说你用枢纽分析表 他一样可以做出 里面有个隐藏功能 你如果把它点两下 东元电器 点两下 他会怎么样 他会帮你 跟着一样 应该是点这边一下 点这个 点两下 他会自动怎么样 帮你把他这个 客户里面的 名称所有资料 自动帮你带出来 那也就是说 你们回去可以试试看 如果我把这个东西录制下来的话 其实他里面就一行程式而已 那个程式部分的话 在那个 90 应该是90几 90 这个是录制的 就是在那个 94页里面 其实就是 在哪个储存个点两下 比如说我在b4点两下 b4 里面有一行的那个 这个指令 这个属性就是show detail 等一处 那意思说如果今天 range b4 他就是show那个 那b5就show另外一个 一直往下 就是里面假设我有好几个 有没有b4 b5 b6 一直到 9 所以4到9 那我其实可以 一样的方式 可以把这边写一个那个 回圈 那一样他就是 自动帮我把那些 客户的资料就分割 分割出来 并且另外呢 产生一个 工作表 那我怎么样呢 最后其实可以再把它重新命名 那就可以做出 这样他预设没有重新命名 我可以把它重新命名一下 那最后就删除工作表 我们可以 利用枢纽分析表 里面的这个功能 可以做资料的分割 只要你 枢纽分析表里面的资料 他看到的结果 你可以再把他的详细资料 调出来 OK 那最后我demo一下 里面大概就做完的 部分 第一步可以自动产生 枢纽分析表 第二步的话呢 就是帮我把它分割 出并且重新命名 里面你会发现 我今天如果要 东元电器 他东元电器 客户名称的资料 全部都秀出来 那我就可以针对这些呢 做后续的处理 最后当然你也可以把那个 刚刚讲的删除工作表加上去 For I 等于 Shit.com 到 这边这个不能删 所以 到 第三个 帮我删掉 那如果资料又更新的话 你就按一下 他又自动又产生了 当然不是只能 针对客户名称 以后你也可以 针对交货地区 针对 产品名称 去做资料的分费 那我觉得 这个功能倒是还蛮不错 而且坊间书籍 很少提到这个功能 但是我工作上还蛮常用到这个功能 因为他可以快速的帮我把资料做分费 那以后的话呢 你也可以自动把那个工作表输出成工作簿 变以色的档案 每个人谁要什么资料 马上你要什么 我马上给你资料 那因为今天 7个小时时间 要把 这些 相对比较困难的 尤其城市部分 你要讲的 很透彻 不太容易 所以今天的话基本上我们有 把那个影片录下来 所以如果有些细节部分 你还是有点不太清楚的话 我建议你回去再听过了 然后最重要是 你要试着做做看 做完之后的话 可能如果还是有相关的问题 那也欢迎你可以提出来 很简单 如果你在YouTube上面 你就YouTube下方留言就可以了 我大概看到了 如果你的问题是很明确的 我第一时间就会回答你 OK 如果你要告诉我明确的 你不要 问我那个 明明那个影片 不是这个 内容 你就突然问一个 天马 不相 风鸟 不相干的那个 任何的问题 那这样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OK 那今天的话 我想大概就 时间好像也差一点点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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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